秀林乡社区通往可乐社区的道路当中 由于北回铁路设施下方洞口以及水沟间 严重积水影响到用路人的安全 为了解决地方的问题 六位孔文集国会办公室的主任杨金次 邀及中央农委会农水署 交通部台铁局 华丽县政府秀林乡公所 以及富士村办公室等单位 共同限地会刊 六位孔文集由于接获华丽县 秀林乡富士村秋金城曾经反应 六位孔文集国会办公室主任杨金次 下厂会看秀林乡由民友通往可乐社区道路当中 与北回铁路设施下方洞口及水沟之间严重的问题 造成主任们许多行车跌倒或意外的请示发生 同时尽速处理以避免主任们再次发生意外 并且邀请了中央农委会农水署 交通部台铁局 华丽县政府秀林乡公所 或是村邦公所等单位共同来现场会刊 以及联谊 刚才我们来这边会刊 确实真的 也蛮严重的 还好是不是下雨 好天气都这样子了 那将来 如果好大雨或是台风就不得了了 所以特别要求了我们台铁局跟农田学义署全力来协助 并且在两个礼拜之内里面把这边的积水马上改善 要不然也会造成我们部落主人生命上的安全问题 杨金士也在此感谢秀林乡民代表白思义 林义龙 富士村长邱金城 部里主席李文章 前秀林乡民代表周华裕 曾经代表人等全城参与陪同 让这一趟的会刊行程顺利圆满获得决绝 记得将休想不到